在本届成都车感上,宝马旗下的一款纯电动大型轿车i7M7LL是正式上市了,售价是189万9 这款车可以说是宝马纯电动轿车的旗舰车型 外观方面,这款车是沿用了全新7系的一个整体的设计,并且融入了很多M的套件在里面 就比如说这个带有M标识的一个中网,以及这个左右的一个装饰件 还有就是车侧的一个翼子板上的一个M标识 诸多的这个M套件让i7M7LL虽然是一款尺寸很大的一款纯电动轿车 但是它的运动气息是一点都不减 OK,来到了宝马i7M7LL的一个车身侧面 它的车身长度是接近了5米4,轴距更是超过了3米2 一个标准的一个大型车的一个尺寸 并且这款车是提供了多种的高端定制的一个双色车漆 彰显了旗舰和豪华 轮圈是采用了一个21寸的一个双色的轮圈 也是这个M套件的一部分 然后规格是前后配的规格 前面是25540 后面是28535 一个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可以电弹出来 然后三角窗这 它没有这个边框 只是这个三角窗这没有边框 所以这个设计还挺独特的 并且它这个后窗三角窗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造型 不出意外啊 电锡门 都这个级别了 肯定有 OK来到了i7M70L的内饰啊 看上去呢 还是那个熟悉的宝马 然后呢 它采用了一块双联屏的一个设计 并且有小幅度的一个曲面 前面呢 很多碳纤维纹路的试板 值得一提的是啊 因为它是一台新的原车 所以说它真的是 有环保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这么高级的一台车 采用了一个织物和皮相拼接的座椅 这个有点作用不明白啊 然后呢 它是一台行政级的轿车 所以说后方呢 配备了一个超大的屏幕 这些动力啊 它匹配的是宝马的第五代eDrive的这个系统 前后桥呢 分别配备了电机 系统的一个综合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485千瓦 峰值扭矩高达1100牛米 百公里加速啊 三秒多 非常非常的快 并且啊 它的一个最大续航里程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60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样子 OK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呢 三驾马车 717 A8和S级呢 就打得不可开交 现在呢 进入了新能源时代 宝马7系能否脱颖而出呢